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報基金》近年一直入不夫妻 甚至貧林破產邊緣 《社報基金》最近提出建議 將社報每月公款調升一倍 从45元調升到90元 应该是一个社会可以接受一个限度 这个劳资比例 暂时我们不建议进行一个修改 因为整个制度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如果大家都取得一个比较支持的意见 其实下半年应该可以 方案又建议劳资价供款比例仍然维持1比2 即是雇员30元 雇主比60元 社协将会在月内开会讨论方案 如果供款额调升之后 养老金发放购买亦可能调升 同方就赞同供款比例 认为可以体现雇主协助和支援雇员的原则 但资方就认为调升供款 会为中小企带来额外的营商压力 又建议劳资供款比例应该逐步调整为1比1 认为更能够体现雇员在社保中间的责任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社保学会理事长陈建新先生 和社协劳方代表郑仲石先生上来节目 欢迎两位 我们先问一下陈先生 其实今次社保的供款额加到90元 以及维持现时劳资供款比例是1比2 你觉得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合理水平这些都是需要看回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要看回吸附金额 因为吸附金额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有些地方比较模糊 就是说我们怎样有效去解定清 吸附金额和保障的范围 譬如说现在坊间很多时候 有些人都会说养老金的吸附金额都不够 如果假设真的不够 而政府亦需要回应这个问题 你也涉及到一个提升养老金的保障金额 而第二件事就是保障范围 其中一个坊间很多时候都会谈论到的 就是说先天残障人士都要纳入买到社保基金 如果纳入买到社保基金 那变相就是说现在供款那批人 他都要照顾一些说没有供款那批人 而第三件事就是说 说整个社保基金 其实他不是说单纯是说一个养老金的体系 还是一个是都会是福岗面都挺阔的一个保障体 例如说失业保障其他那些东西 那变成是一个综合的保障 结合出来又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究竟这个供款的提升 是不是足够可以持续到这个体系 未来的吸附金的增长呢 这我反而会觉得很难说到是不是合理的水平 但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如果社保基金 它是说将它的收入的来源 可以更加多元化的 那我会觉得纸巾可以稳定财政收入的来源 而且也可以给一个启示给一般市民 他会意识到其实这个供款不是单纯 只是政府它去提供 而是市民它自己都需要承担弱干责任 那变成是说在责任道义那方面 就可能会去到比较理想 比如说供款的考虑点 他是会建议是说跟随了工资 有一个类尽性的供款的 从而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传闻的退休养老保障 反而我又觉得值得去想的 就是说其实现在说 一个或一性的金额的供款 又是不是说值得是一个坚持 和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呢 反而我觉得拉阔一点 去看回整个机制体系那里 去想起这个问题 就可能会来得更加理想去讨论这件事 那郑先生认为 其实按照比赖尼调升 对劳资双方的影响有多大呢 首先社会保障基金现在的供款金额 是98年定下来的时候 就是雇主就供款30元 雇员就供款15元 但是从这个社会保障基金 我们知道这个是关乎全民的福祉 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所以在这个社会保障基金 它当中就包括一个养老方面的保障 亦都我们要看回现时我们澳门 一个人的平均寿命 是不断增加 而且亦都步向一个老龄化方面的社会 所以从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稳健 以及可持续方面的发展方面 这是有需要从资源方面的投放里面 是要令到这个基金能够可持续方面的发展 我相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如何制定一个长远方面的政策 或者在经济条件许可视 这个对资源方面的投放里面 要必须作出一个微语囚谋方面的准备 其实社保基金是长期依赖着 这个政府的博彩收益撥款的 但是近期董修就下跌了 李陈先生你认为如果调升这个供款 是不是会有助减换社保过度 依赖博彩撥款这个情况 我想我的回应是可能有点令你失望 我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在澳门整个经济体里面 其实超过五成都是来自和博彩相关的 一个产业那里 就算你怎么撥法 你其实都一定是依赖博彩业的了 我觉得这里是没得争的 其实我们的收入 或多或少都是会跟博彩的收入 是有个挂勾的 其实如果是综合来看的 其实我都看不到可以跳出这个框框 反而我觉得一个比较实质上的考虑 就是说如果澳门的产业 真的可以进入一个色度多元化 反而可以令到整体澳门的经济的发展 可以来得会比较平稳 所以变相是说其他的社会福利体系 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的情况下 它才可以有一个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也都会有一个比较可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考虑 那郑先生认为政府现在用完用多年的一比二 其实对劳资双方有没有利呢 首先这个社会保障基金 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维持着 劳资双方面的供款比例是一比二的 这个成立当时的目的就是要雇主 要对雇员在劳动保障方面有所去承担的 现时我们看到的是从政府提出这个双层的社会保障方面 那个中央公积金方面 还是在一个未确定的阶段 现时我们相关的 由社会保障基金去承担的援助方面的项目 刚才我提到有关养老金、疾病津贴、劳资债权战资方面 都是由社会保障基金去支付的话 没有任何的替代方案出来 作为劳方方面的认为 这个供款比例里面 是一定要去维持双方的供款比例一比二的 但有资方就说 其实今次调升社保基金的金额 其实是加剧了中小企的营商压力 他们也希望把劳资的供款比例 是改回到一比一的 郑先生你有怎么看的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大企业方面就是博企 他聘请的人数方面是最多的 所以他对社会保障基金方面的承担 是应该是 或者他的责任是应该要更加大的 亦都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去承担起 这方面的供款 但如果至于中小企方面 至于中小企方面 其实他们的人数有多少呢 大家都心中是有数的 他们那方面 我相信从理论方面去看 他们能否承担得起呢 我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去支持的 亦都从这个社保方面 那个2013年的报告方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数据 就聘请五个人到九个人之间的企业 其实企业就是有4,370 那么多一间左右 而拼用的人数是28,500多人左右 即是说 平均就每一间的我们叫中小企里面 都请不够七个人 就是不超过七个人 我就算当他请够七个人 请了七个人的一间企业 那么每个月现在是增加 因为现在的供款 由30元增加到60元 就是简单来说 就增加了30元 30元七个人 就是每个月是增加210元 那么究竟这个 他们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呢 我相信留在社会方面 自由评论 努康方面 对于这个一比二 是坚持要按照这个比例去进行 因为当中我们也提到 因为从雇主方面 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承担 特别是这个劳资债权方面的 增资这方面的项目 这是从雇主和雇员之间 从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 承担方面的问题 澳门就面对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个情况对社保的发展 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 那其实政府在未来 应该要有做什么措施 去改善这种情况 陈教授觉得 社交易银行组织 其实它都会很强烈的一件事 就是要处理一个 比如说退休保障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会建议五条支柱 比如说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 又或者职业性的强制性的供款 还有自己的储蓄 还有家庭的支援 这五大支柱 其实回顾 我觉得特区政府 其实都有潮着这五个方向 都做了不同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最低运生指数 就真的属于说社会救助 如果真的说有些长者 他真的处于一个 是说极度贫穷的问题的 我相信最低运生指数 是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 个人储蓄那方面 其实我又会觉得 政府都可以参考 比如说鄰近地区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香港 它引入了一个 学术称之为逆按揭 现在香港那里 称之为安劳按揭的一些计划 其实去回顾一下 现在有得长者 他已经住了一些旧楼 其实也都会想起 就是说他这些旧楼 也都可以是说 透过逆按揭 这样可以令到一些产业 可以比较容易一些归边 同时是说 长者他都可以说 获取到他一些 日常生活的洗费 就是我觉得 其实这些一男子的一些考虑 都是值得政府他去 再思考 还有再加上他 他现在深化他 他现在的一些服务 我觉得整个体系 未来的发展 我都是抱着一个 挺乐观的态度 好 今天很多谢 谢谢两位上的社保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